假扮貴婦必備 真之襯衫 安海色薇 同款超期待的 我一直都在循循逆逆 質感更好的替代版 巧妙的可以去修飾小婦的部分 HELLO 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要來開箱我很期待的 Lily Silk的秋冬新品 我之前有分享過他們家的枕頭套 超好用 BMI 因為你看睡覺 至少在上面待8個小時 這麼親密接觸你臉蛋的東西 但就是要挑真絲材質的絲滑 抗菌又防止摩擦你的肌膚 而且也可以減少你頭髮斷裂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真絲整套 真的是我太愛太愛用了就回不去了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無痕內衣 有些網友買了之後 留言回饋給我說 真的太好穿了 然後我看了也覺得很高興 還沒有試過他們家的無痕內衣的話 趕快去試試看 反正不喜歡可以退換貨 我自己個人是超愛的 那我今天會開箱的 有他們家的真絲整套 然後加髮帶的一個優惠組合 很適合你送禮自用 聖誕節快到了 可以先囤起來 然後還有他們家的一些 真絲的襯衫啊 封衣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們還有一件是 安海瑟薇同款的真織衫 我超期待的 我開箱的是我喜歡的單品 那如果你剛好喜歡的話 可以給你一些參考價值 但他們網站上的品項實在是太多了 從女裝 生活用品 睡衣 內衣 到小髮圈 口罩 都有 所以有興趣可以自己去逛一下 我在這邊先給你們折扣嘛 因為現在他們官網有黑五的優惠 那你同時結帳的時候還可以輸入折扣嘛 折上折的概念 輸入PRI12 相有全站的88折 有優惠嘛 跟他們黑五的優惠連結 我都會整理在資訊欄的地方 那我先把這些 我的包裹們 來開箱一下囉 好 第一個先要看的是 整套 加上眼罩 跟髮圈組合 我挑這一個呢 叫TOP 灰核色調吧 但我覺得它好有質感喔 有點像是金棕色的感覺 反正就是一個成熟漂亮的顏色 那我之前呢用的是藍色的 對 跟我的睡衣一樣的藍 我也很喜歡 好還有白色 整個超純淨的 他們的整套顏色選擇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床單 或者是依照你個人喜好 去挑選適合的就可以了 好它是美式信封整套 很輕鬆就可以安裝了 拿在手上手感真的很好 然後髮圈很可愛 有四種顏色 因為我現在頭髮比較長了 我通常都會綁頭髮 好用針絲髮圈呢 也可以防止頭髮的摩擦跟斷裂 好重點呢 就是有那種金屬的貴婦光澤感 看起來質感超好的很高級 好眼罩也是他們家必買的 我介紹過很多次了 後面可以調整鬆緊 可以去減少你睫毛的斷裂 然後跟整套是同一組的同樣的色系 哇超好看的 一整個網美風 讓你睡覺也很高品質 然後呢看一下衣服 所以我先把衣服都整理好掛起來 然後等一下再一起分享好了 順便試穿給你們看 這樣這邊OK 我過去一點 好整理好了 第一件呢我們先看 真絲襯衫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真絲襯衫 這個光澤感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摸在手上的那個絲滑感受 觸感真的是你擁有過之後 就不會想要去買那種便宜的襯衫了 那其實老實說我是一個很不喜歡燙衣服的人 一般人都會覺得真絲很容易皺對不對 但是呢原來其實真絲也是有分好幾種等級的 像是他們家的雖然會皺 可是不到很皺 就像這一件睡衣 我只有買來的時候燙過一次而已 然後就沒有再燙過了 可是你看它的一個光澤感 跟穿在身上 你也不會覺得它很皺 然後這一件珍珠色的Oversize的襯衫 我也是只燙過一次而已 已經穿過很多次了 我都覺得看起來很好 不太需要再燙 對 那這一次呢我又挑了一個香檳色 香檳色的話呢就會比珍珠色來得更加的成熟 我覺得比較有秋冬感 一穿上去就覺得很高級耶 感覺可以那種拍高級珠寶的廣告啊 然後或者就是拿著那種雅詩蘭黛的小棕瓶放在旁邊 好搭喔 好啦就是假扮貴婦必備真織襯衫 就是穿上它之後讓你有滿滿的奢華感受 我特別喜歡他們家Oversize的真織襯衫版型 因為很多珍絲襯衫都是做合身的 合身的穿起來就會很正式 看起來就像是辦公室的小姐姐之類的 可是這個它是寬鬆的 所以它不只可以配個牛仔褲 單穿當襯衫啊 然後把扣子打開來裡面配好看的項鍊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當做一件洋裝外面的罩衫外套 甚至呢我也會在下面就是綁個蝴蝶結 就是看起來變得比較休閒 所以我覺得珍絲襯衫它是一個可正式可休閒 可是又有高級感的一個很值得投資的單品 好剛剛是單穿襯衫 我現在把它當外套 我裡面這一件背心是連帶罩杯的 等於我沒有穿內衣 它也是Lily Silk的 我之前有分享過 好好穿喔 我很常把它當作一個打底衫 接著呢我要分享就是我平常是怎麼樣 把襯衫就是打結 只扣下面兩顆 然後抓住一邊的腳 從洞裡放進去 另外一邊的腳從裡面放進去 就是底下的襯衫先穿進去 那上面的這一邊的襯衫從裡面穿過去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平整的襯衫了 接著呢把後面這裡稍微拎高一點 就是拎到你想要的短腰線 這樣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拎住把繩子再收長一點 就等於把這邊腰間的襯衫也都收進這個洞口裡面 再打個結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當好了 好 稍微整理一下這樣子 當開巾 照山 船 就非常的休閒 好 今天第二件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我想很多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去找平替 平價替代 然後但是呢在穿搭的這條路上 我覺得我一直都在循循逆逆跪替 就是質感更好的替代版 尤其是條紋襯衫 我很喜歡穿這種白底黑條紋 看起來就是乾淨可是又休閒的感覺 好 那我手上這一件呢 是含貨的一件Oversize的 我很喜歡把它當外套穿 裡面就搭個背心啊 合身的褲子或者是小裙子之類的 但是呢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就是 就是它袖子 稍微短了一點 然後還有這個材質 是比較容易皺的 就常常都會覺得 太隨性的一點 沒有那種正式的高級感 所以呢我一直想要幫它尋找一件跪屜 好 找到了 Lilisilk的這一件 真絲材質 有沒有現在透過鏡頭 哇 瞬間覺得 這個的光澤感 絲滑感受 就很高級 對不對 差很多 這個呢可能就是辦公室的主管 然後這個就是 倒茶小妹穿的 好 第三件要開箱的呢 是真絲風衣 在外觀網上 我看那個模特兒穿 好大氣 好好看喔 它其實算是可以一一多穿 可以當長洋裝 然後也可以就是扣子打開 當作一件薄罩衫 但它基本上呢 就是一件薄洋裝的厚度而已 所以並不是到那種 想像中的風衣外套這麼的厚 所以它是偏薄的 好 這件真絲風衣 它當洋裝單穿 我覺得比我預期中還要好看 因為它肩部的這一個設計 跟它胸前的兩個口袋 很有軍裝的感覺 然後呢 它的真絲光澤感 比起一般的卡吉 來得更加有質感奢華 有女人味 除此之外呢 它的腰部設計超棒的 這個可以把蝴蝶結遮住小腹之外 這裡會營造一個自然的皺褶感 因為一般啊 在穿真絲的洋裝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那個光澤感 會讓小腹變得更明顯 不適合小腹大的人 但這一件的設計感就是 巧妙的可以去修飾小腹的部分 然後側邊還有兩個口袋 以當洋裝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件很美的真絲長洋裝 那尤其像現在2022年秋冬 很流行長裙長洋裝 所以這一件 我想我今年秋冬應該會蠻常穿的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你可以在外面再加上大衣 風衣外套皮衣 感覺都很帥 走起路來呢 裙擺的垂墜度跟光澤感 好有質感喔 下一件要開箱的是 安海瑟薇同款的Polo衫 這一件它好美喔 就是很簡約 可是拿到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材質就是一整個軟軟的 偏薄 不是那種厚針織 然後甚至它的手臂這裡 也不會緊緊的包住你的手臂 有那種擠出肉的感覺 加上V0的設計 你可以搭配一些項鍊 整件穿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休閒又顯瘦 好好看喔 接下來要開箱的呢 就真的比較適合冬天了 是羊絨針織的部分 我自己其實是還蠻害怕 穿一些毛衣類的 尤其是高領之類的 我會覺得那個毛刺在身上 刺刺癢癢的不太舒服 但是呢 如果你選的是百分之百的羊絨的話 它其實整個穿起來是很柔軟的 沒有那種刺刺的感覺耶 這種黑白條紋就是非常經典款 你每年都不會退流行 加上它是一個翻領的V字領口 可以搭配項鍊更有時尚感 好 最後一件呢 是一件翻領的長版罩衫外套 當然他們模特兒也有單穿 就是左右交錯之後 袋子綁起來 就看起來很簡約又高級 那我個人是覺得像這樣子 你裡面搭一件小可愛 或者是搭T恤罩在外面 看起來就很優雅又休閒 我覺得它的重複利用率會很高 就是很失搭 而且絕對不會退流行 對 像是通常價格稍微高一點 材質比較好的衣服 我都會挑那種就是很百搭的 讓它能夠發揮最大的價值 你就可以輕鬆節省你衣櫃的空間 然後保留的都是一些質感很好 可以賠你很多年的衣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 穿搭單品的選擇 好 感謝你們陪我開箱 以上就是我挑選了我喜歡的東西 當然因為他們官網的品項非常的豐富 秋冬也有很多優雅好看的衣服 所以有興趣的話你可以自己去逛 然後趁現在黑五有優惠購買更划算 然後你有特別喜歡我穿哪一套嗎 或者是你買過他們家的什麼東西 你也強力推薦給大家的也歡迎留言囉 那我今天穿到的所有的單品跟連結還有優惠碼 我都會整理在資訊欄的地方 記得點開來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祝大家購物愉快 然後越變越美麗 越來越優雅 我可以說一下 我會想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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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你全都很好 你應該覺得所有的東西 你確實有一個笑容 所以這裡我會畫 我會想不信 如果我們能解釋 這些疑問 如果我們能解釋 我們能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